黑衣男挑战王铁锤,这次算是撞到枪口上了,知道了王铁锤的厉害 我们来看这本精彩实战 黑衣男,坚人之路 王铁锤足底炮,红旗还架中炮 黑旗飞个象 红旗跳马之后,黑旗选择了冲足 红旗先跳个编马,黑旗冲足 红旗再出局 黑旗呢,跳了个拐脚马 跳拐脚马呢,意图是保护这个过河族 寻求复杂多变,也可以考虑走这个居酒进一 从到出局,黑旗补一首试 红旗呢,也补了一首试 红旗这招补试呢,就显得有些缓慢了 他应该走一首炮八平六 这个贯彻以快打慢的这个布局意图 黑旗呢,上马 约马宝族呢,不为所动 这个硬法呢,还是正确的 从旗呢,打足 黑旗上马踩他一脚 选择退两步 这个退炮呢,就不如走这个炮五平四 控制这个黑旗的这个左马 这样呢,比较好 黑旗上马 红旗平炮 黑旗呢,平足蓝鞠 平足风鞠呢,这也是正确的选择 你要是随手走一手足三平四 那他给你把炮对掉之后啊 以后有一个炮五平一 打狙的这种手段 红旗选择了打雕 飞旗打雕 红旗飞个巷 飞旗呢,高居 飞旗高居,走得非常及时 以后啊,可以站住足林 抢占这个要地 红旗进兵 飞旗平居 红旗 进居足林 飞旗呢 飞旗呢 飞旗高一步 护住 这种旗啊 可以说是大巧若拙 红旗呢 果然上当 他选择了一手 冰三进一 这种旗啊 看似是占便宜了 实际呢 对 飞旗右翼的这个潜力啊 估计不足 导致后来啊 全局被动 这个时候啊 他可以考虑啊 走一手冰九进一 想办法赶快突破 对于红旗的这个封锁 应该是当务之急 你不是冲过来 我不能冲你吗 哎 我就赶快上马 红旗平兵 红旗大家看到了 你要是吃足来交换 他就给你交换 交换完之后呢 他有一个鞠平二 以后这个足往下冲 那红旗的这边啊 压力非常非常大 这个鞠炮双马 外加一个足五个大字的 集结在这边 那他受不了 所以说呢 黑旗呢 红旗呢就决定啊 把这个兵器了 把这个黑鞠啊引离 黑鞠呢 他也不吃他 不畏所动 转到平过来 这又是一步好勤 因为你要是吃兵 那人家吃足 打通了足灵线 又威胁着底下 那他这个被动的局面呢 就有所改善了 红旗没招了 转到上马 那黑旗呢 进马采鞠 开始发动攻势 你要是鞠高一步 还有一个双鞠战类 杀底的 绝杀的手段 说上他被逼无奈 倒车入库 那黑旗呢 也是连个霸王锯 红的吃足 交换 那黑旗呢 欣然接受 然后啊 进居兵线 准备啊 把这顿豆腐兵 给他吃光 红旗赶快回马 对子交换 那就对掉 吃掉 他再把兵一吃 他平个炮 哎 黑旗呢 非常老练 先抓你一手 先抓炮 再扫兵 这是一个 非常精准的这个顿挫 同旗平炮 黑旗呢 再把兵吃掉 同旗 退炮打马 黑旗呢 回马 哎 这样呢 他以后啊 有个进马 采霜的手段 同旗呢 平局 黑旗呢 先平炮 同旗被逼无奈啊 他也先把炮平过来 因为你要是对居 他就对 对掉之后 进马踩霜 以后再把兵给你干了 黑旗呢 多一群族 那他呢 再扫一个 现在啊 一个兵 对三个族 这个黑旗啊 明显的大战优势 同旗赶快把马铺上来 黑旗 退居 同旗呢 平兵 同旗平兵也很无奈 因为你要是走一种 马七进六呢 那人家就走一个 鞠平三来给你对居 黑旗选择平炮 下一招就准备下底鞠 强行把鞠给你对了 确立 确保这个多族的优势 同旗平内上 那黑旗 定底给你腰对 同旗没招 定炮 那黑旗给他对掉 同旗吃掉 黑旗呢 冲边阻 对居之后啊 这就形成必胜残局 只要黑旗不是无条件的丢足 那这个红旗的一切抵抗啊 都是徒劳 红旗上马 黑旗又选择了一手足九金银 足九金银呢 就走得不够细致 应该呀 直接就足一金银 两足拉住手再说 红旗呢 主一手势 黑旗进足 红旗退炮 打马 黑旗进马 红旗进马 黑旗呢 继续下足 红旗呢 下兵 红旗这条冲兵啊 还是希望对黑旗呢 有所威胁 然后以后 沃尔江再高个炮之类的 但是呢 它其实啊 并不能达到目的 倒不如走一个 马斯退三 来消灭这个编族 这样呢 比较好 那黑旗呢 选择了进炮 再来给你交换 现在呀 就不给你这个回马的这个机会了 从旗进炮 黑旗回马 守住 防止你这个沃尔江平炮江 从旗呢 又退炮 黑旗平足 从旗平冰 黑旗呢 再编足过河 从旗撞象 希望啊 你吃他一江 再吃一个冰啊 换你俩相 那黑旗呢 根本就不理他 来一江 然后啊 退炮 准备啊 以后扣中炮 其实这个旗啊 也可以考虑给他 吃掉 保留住室 那他退了炮 那红旗呢 就平炮 黑旗出老将 红旗呢 换室 他先平过来 准备啊 抽姜 黑旗飞个相 红旗给他一吃 来 黑旗一吃 这样呢 丢掉了双室 少了室当炮架 不如刚才直接飞掉呢 保留住室 退炮 选择了 马五进三 选择了 马五进三 把象再吃掉 黑旗呢 下族 黑旗现在虽然说 事项丢光了 形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但是呢 他近多三个族 这马炮残旗呢 我们说过 缺是滥象 不可怕 最可怕的呀 就是缺兵少族 红旗回马 飞旗平族 红旗退炮 飞旗平族 红旗回马 飞旗平族 红旗进马 海竹炮 海竹族 飞旗回马 一个保住俩 还不怕你交换 交换了 马三个族 也是必胜 他先出帅 飞旗下族 红旗平炮 飞旗呢 来一将 红旗进帅 飞旗下族 红旗知识 下一招 准备平炮来套你 飞旗平旗旗 红旗回马一踩 飞旗平中 拉住 红旗平炮 飞旗进马 这个旗你不要平族 平族它有个落势 红旗出帅 摆脱牵制 那黑旗呢 拉住手 红旗再退市 来一将 飞旗进来 再来一将 上来 再来一将 下来 怎么将都没有用啊 他平炮 准备啊 马后炮 那黑旗出老将 他来一将 上来 然后啊 他平炮 平炮之后 下一招有个回马一将 打你马的手段 那他先平过来 拌住马腿 这样你退马 不带将 黑旗呢 再把马走开 红旗再回马 黑旗呢 平足 红旗呢 再把炮退回来 防守 黑旗呢 就下足 红旗平开 红旗 进马 红旗高炮 防止他以后啊 去扑桃 那黑旗呢 就下足了 红旗飞个象 半路马 红旗 下足 红旗飞象 他是飞了一个边向 黑旗呢 来了一个 弃族将军 你要是吃掉 他平炮一将 这个回一将 或者进一将啊 把这个马呀 就给抽走了 不敢吃 进来 那他 再平足 这样啊 形成了 二鬼 拍门之势 马上啊 再架中炮 就要要命了 同期赶快高炮 黑旗架中炮 退杀 同期平中炮 同期进马 黑旗进马之后 下一招 拱式一将 你只能试 再进足一将 就绝杀了 同期最后 象征性的抵抗了一招 进马 那黑旗呢 选择 送足一将 同期呢 也只好投资人负了